那把这个成绩阶段说完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企业的经营了 现在我们开始看经营过程中的财税热点问题 这个经营过程中财税热点问题呢 同学们可能就是想讨论的问题可能就多一些了 对吧 因为毕竟是共产销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业务呢还是挺多的 对吧 咱们看一下啊 在经营过程中的财税问题 首先呢 我们给大家常见的经营风险啊 给大家举一下例子啊 就是在最起码的这个经营过程之中 你需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当地这个工商 现在办证的时候啊 他要不要上门查场地 查吗 上门查场地吗 还有咱们当地的这个工商 他办证的时候不查哈 他要求你出去房产证 或者是房租合同吗 要求你出去房产证 或者是房租合同吗 房产证和房租合同也不要吗 工商不得对呀 银行肯定是要查的啊 但是你的房产证 还有你的房租合同是不要啊 对得要 这么拥有场所 也就是说你这房子要不就是租来的 要不就是自由的 开户的时候肯定查 而且开户的时候 要求你这个法人啊 或者是负责人 你得举着这个营业执照 对吧 在你这个公司营业地址 公司营业地址这个能够看见那个门牌号的那个地方 是不是照相啊 对吧 举个营业执照啊 那个门牌号能够露出来 在这个地方要照相 人家才给你开户呢 现在这个开户挺难的啊 办公司倒是简单 开户可是不容易呢 对不对 这样有个过程啊 这个大家要知道 那我们常见的这个经营风险啊 我们常见的经营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的 这个建议大家都去读一读啊 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啊 2020年修订的来看的 第42条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 分为正本和副本 要注意啊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 分为正本和副本 那么 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正本呢 因为悬挂的主要办事场所 或主要经营场所 这就是经常我们说的正本上强 量正嘛 对吧 量正经营 正本得上强 那么主管机关的根据企业申请和开展 经营博论需要呢 可以给你发若干个副本 正本就一个 一般是上强大的 A3的在墙上挂着 对吧 然后副本呢 根据若情况可以申请若干本 因为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你出去做业务啊 需要拿着那个副本 这过去的话 看跑运输的哈 它好多都要求这个 所以副本可以申请多个 那么第49条有规定 对下列 对有下列行为的企业和经营单位 登记主管机关做出如相处罚 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 第一点啊 未经核准登记 擅自开业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责令终止经营活动 没收非法所得 除以非法所得 三倍以下的罚款 最高呢 不超过三万元 没有非法所得的 除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要注意啊 有下列行为的企业和经营单位 登记主管机关做出如相处罚 你看啊 第一点啊 擅自开始经营的 未经核准就开始干了 那你没有证吗 要无证经营 无证经营那就叫非法经营 是吧 非法经营取得的所得 当然就叫非法所得的 这个是要罚款的啊 最高不超过三万元 过去呢 这个工商局缺钱的时候啊 这样说话有点不太恭敬 它就会有一个方法 就是扫楼 大家你们知道什么叫扫楼吗 接触过吗 这个扫楼 你比如说这个写字楼啊 一个户一个户就去查 反正一般的在写字楼里都是办公的 对吧 你办公的话呢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证 你扫楼嘛 就这个办公楼今天就扫这条楼啊 一层一层的扫 一门一门的进 都让你拿出来证 如果说扫到你这儿了 你没有证 你就叫无证经营 无证经营 那你锁的就是非法锁的 就有罚款 这就是工商的扫楼嘛 对不 尤其是写字楼里特别容易扫楼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如果说听说哪个小区 比如说有那个林街的小区 或者是有那种公寓型的小区 对吧 公寓型的小区 它这个办起的也比较多 这个地方也可能会去扫 也可能会去扫 只要是开门发现你经营着了 但是又拿不出来证 你这叫无证经营 是吧 那你要通过扫楼 能扫出来一些非法组织啊 传销组织倒也好的 要扫楼嘛 第一个无证经营 第二个 你申请登记的时候呢 隐瞒了真实的情况 你申请登记的时候 隐瞒了真实的情况 弄迅速假的 除了着令提供真实情况以外 是其具体情节予以警告 没收非法所得 处于非法所得额 三倍以下的罚款 但最高不成的超过三万 没有非法所得的 除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经审查不具备 企业法人条件 或者经营条件的 吊销执照 那伪造证件 骗取营业执照的 没收非法所得 除以非法所得 三倍以下的罚款 最高不能超过三万 没有非法所得的 除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并吊销执照 所以这个就是怒虚作假 弄假证的 这都是最新的一些规定 你看一看 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是这个文件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法人 登记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 你可以去读一读 这是2000年刚修订的 所以有的时候吧 你问别人 不如问自己 我就见有个人 包括在我们一个答应群里面 发现有的人 遇到个问题的到处的问 而且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连这个问题都表述不清 所以同学们你们看 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问这个问题表述不清 因为你不知道你问什么 你感觉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我不清楚 但是我到底哪不清楚呢 不知道 所以你问别人不如问自己 你把这个政策拿出来查一查 找一找的行了 你问别人半天 别人也有的时候别人也在去给你找政策 比如说他手里正研究着这个政策了还行 他也给你找 他给你找的时间 跟你在那着急等待的时间 其实是一样的 你还不如自己去找呢 所以问别人不如问自己 那么你在公司登记注册的这个环节 有什么问题你就看看这个不挺好吗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实时条例 这专门指的是什么办公司的 因为企业法人就是公司 你要办个底货 他还不适合于这个 所以这多少啊 对吧 找政策国家事务总局 对了我给大家说一个事 特别好 咱们国家出了一个政策法律库 你们知道呗 看见了呗 哎呀我这边从哪来给你们找找呀 咱们国家出了一个政策法律库 就是咱们国家目前实施的啊 目前有效的啊 我我一般跟你说 我一个给你翻看 能不能翻着 目前实施的 目前有效的所有的法律 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维护 有专门一个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 找找了 记着啊 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 什么法都有 超级好吃 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去搜一下 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 这个网站啊 这个这个网站的名字就叫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 它归那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维护 啊 它归全国人大常委会维护 特别的厉害啊 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司法解释等等都有 这个有没有APP吧 我还真不知道 我这里呢 是别人发给我的一个截图 啊 发给我的一个截图 反正我打开这个链接 它就有 啊 打开这个链接 它就有 你去搜一下 在网 在电脑上可以保存 你就搜这几个字 在百度电脑上 可以收藏这个网址 特别好 你想查什么法 都有 这是一个 目前我们国家 就是正在实施的 有效的 所有的法律 都在这个里面 你去查吧 全国人大常委会 负责维护 太厉害了 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你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也是国家 依法治果 法治透明的一个决心 这两年政策 真的是挺好的啊 这么多的法律 都让大家去查去看 因为法律呢 它就是让全社会 去遵守的一种制度 所以它得让大家都知道它 你包括民房典 是吧 民房典 你跟它宣传率都得大呀 每天都要去读一读 每天读那么一丢丢 是吧 你读的时间长了 自然也就知道了 这就叫所谓的干啥 你误啥 我们老家有句话 叫干啥误啥 卖啥你吆喝啥 是不是 我们既然学的是会计 那你就要多关注这些政策 去这找 这个太好了 一网打进 而且这个数据库里面 如果你在电脑上还可以直接导出来握的文档 直接导出来握的文档 你直接可以打印 特别好 我试过了 还有一个查政策的地儿呢 那你就是去看国家收入总局 国家收入总局网站 国家收入总局网站 那么也是有的 也是有这个所有的政策的 书你可以买 但是书呢 一般变得会特别的快 对吧 所以纯政策的书呢 就是纯粹的罗列法条的书呢 那我觉得这个你买不买吧 但是一些实践性的书你可以买 比如我们过两天 我们就会出一本书 咱们学堂呢 也正在组这本书 这个书呢 也是由我来这个编写的啊 编写了一部分 当然还有学堂的老师们的共同配合和努力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买这本书去看看 它也就是以我们这一年 平时讲课的这些课题 为一个蓝本 又给大家进行一下组合 没问题吧 特别好使是吧 超级好吃 非常好使 所以呢 只要是我得到了这些消息啊 都会分享给同学们 你也不知道我今天会得到什么消息 所以你也不知道我今天晚上会分享给你什么 我前两天看到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特别想分享给你 你这样的话 你不就知道去哪找资料了吗 对不对 这个好的东西在于分享 是不是 这知识 它得在交流中升华 它得在分享中实现它的价值 不分享给你 那我怎么就知道 我能够把我知道的这个喜悦传递给你呢 特别好吃啊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非常好 第四十九条啊 对有下列行为的企业和经营单位 登地主管机关 做出如下处罚 可以单处于科研 并处 咱们可以看一看 没 呃这个刚才说过了是吧 啊 一个就是无证经营的啊 还有一个隐瞒行情的 对不对 第三个 擅自改变主要登记事项 把你的规定办理变更的 这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超范围经营 你像好多同学呢 经常会问一个问题 说老师 我们单位呢 没有这个业务 你说我能开发票吗 对不对 我开了发票 我是不是超范围经营了 问这个问题的人呢 证明很多人还是知道工商的厉害的 是吧 你没有在他注册登记的范围之内经营 你叫超范围经营 你超范围经营呢 你看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罚你 是吧 超范围经营他可以罚你 但是呢 你要注意一点啊 就是说 我们这个没有经营范围 跟你不开发票 两码事儿 你说你的经营范围里边 没有这一项 对吧 但是呢 你 已经发生了实际业务 你就得开发票啊 因为税法就认为 你的实际业务只要是发生了 你就得开发票 你的实际业务只要是发生了 那你就得开发票 你就得开发票 实际业务有了嘛 所以你就得开发票 这是税法认为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的经营范围里又没有 税法呢 又说业务发生 就得开发票 如果说偶尔有这么一次 两次的也没事 你开吧 偶尔一次两次的也没有关系 他也不至于因为这个就罚你 但如果说你常态话 是吧 你经常的会发生这个业务了 那么建议你去变更一下营业执照 增加一下经营范围 就可以了 擅自改变 主要登地事项 不按规定 办理变更登地的 予以警告 没收非法所得 除以非法所得 我三倍以下的罚款 但最高不超过三万 没收非法 那个没收非法 没有非法所得的 处一万块钱以下的罚款 并这个限期办理 的变更登记 逾期不办的 责令你整顿呀 或者扣了你的执照啊 等等 严重的还把你的执照 给你吊销了啊 超出经营期限 从日经营的 视为无照经营 按照第一条处理 无证经营嘛 就这个呗 非法经营呗 就这个 咱们经营营业执照上 那个日期 同学们 营业执照呢 有一个期限 是吧 经营期限 那么经营期限呢 你可以写具体的期限 就是从什么时候 到什么时候 这是可以的 对吧 但是你的经营期限上 你是不是也可以写长期呀 对不 那如果说 你可以写长期的话 你为什么非要写一个期限呢 如果说你是长期的经营 写一个长期 它就不涉及到 到期换证的问题了 对不对 如果你不写长期 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 到期换证的问题 你还得去工厂 走这个手续 多麻烦呀 对不 尽量的写长期 我觉得是挺好的 第四个我们看 超出核准登记经营范围 或经营方式 从事经营活动的 是情节轻重与警告 没收非法所得 除以非法所得额 三倍以下的罚款 但最高不超过三万 没有非法所得的 除一万以下的罚款 没有非法所得的 除一万以下的罚款 同时违反国家 其他有关规定 从事非法经营的 责令停业整顿 没收非法所得 除以非法所得 三倍以下的罚款 都是三倍 最高不超三万 没有非法所得的 除一万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吊销执照 这些东西呢 我就给你这样简单说说 你回头看课价的时候 看文件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看 总之呢 这种超范围经营 是要罚款的 要罚款的 没所得的 出于这个 有非法所得的 罚三倍 最高不超过三万 没所得的 除一万以下 侵犯企业名称 专用权的 按照名称登记管理的 有关规定去处理 比如说你就是你 私自占用人家的名字 或者是你私自占用人家的商标 等等 这个都是不行的 那么伪造土改 出租出借 转让 出卖 营业执照的 没收非法所得 除以非法所得额 三倍以下的罚款 但最高不超过三万 没有非法所得的 除一万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吊销执照 这是第六个 伪造 土改 出租出借 转让 出卖 营业执照 没有非法所得的 除非法所得 三倍以下的罚款 最高不超过三万 这是有没有的呢 那就是一万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吊销执照 这规定都差不多 大同小异 法律准则 国安的规定悬挂的 就是咱们刚才说了 营业执照有正本和副本 是吧 正本呢就是上墙啊 对吧 上墙量证经营嘛 那你不量证的 你看看 你也罚钱 反正哪的是钱 不量证的 你警告 责任限期改证 一开始 倒也不至于罚你 拒不改证的 除两千块钱以下的罚款 我们当地呢 有一年呢 就是查所有的财务公司 所有的财务公司 全是统一行动 就是一家一家都给我筛 的每个财务公司都查 然后想来我们家查 因为我们在我们家 注册了一个财务公司 他想来我们家查 给我打了好几遍的电话 当时那个地方办事处的 我都不在家 好不容易 我在家了 过来查了 哎 一看 我的爷爷知道 没在墙上挂着 我说你看 我没挂着 我赶紧挂上不就完了吗 你把爷爷知道拿出来 贴在墙上 你也不至于罚你 干嘛就罚你了 小单位 上你门了 你给他好好说了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别害怕 怕怕 第八个呢 是抽逃转移资金 引力财产 逃币债务的 这个转移资金 抽逃资金 是个罪啊 同学们 哎呀 现在是刑法修证案 第多少嘞 第十一吧 还是第十三呀 忘了啊 前两天刚看的 是刑法修证案的 第十三还是第十一 开始实施了 就是把我们这个犯刑事犯罪 判这个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 由14岁调到了12岁 关注这个了吗 大家如果说说民法的话 看一看啊 说民法的话呢 就是原来这个孩子 十周岁算是 对就是这些规定 十周岁算是 限制民主行为的人 对不对 现在不就成了什么呀 不就成了八周岁了吗 对吧 八周岁了啊 第十一 刑法修证案的第十一 就把这个十四周岁 犯这个特别恶劣的 什么抢劫呀 什么放火呀 什么投毒啊 这个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呀等等 这种犯罪啊 极其恶劣 是吧 十四周岁开始承担行政 怎能把它调到了12周岁 所以别管是刑法和民法 都把这个犯罪年龄 往下调了两岁 证明孩子们犯罪越来越早了 这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天呢 也是一直的出好多新的文件 那我们还回来说这个抽逃出资 刚才说到这个问题给大家提一句啊 抽逃出资是个罪 一旦是到罪了 他就涉到刑法了 涉到刑法了 所以他违法 同学们 他不等于犯罪 你违法 他得达到特别严重的这个程度 构成了犯罪的条件 犯罪构成啊 对吧 讲刑法的时候 犯罪是有犯罪构成的 你得有这个犯罪构成的这几个要素 比如犯罪的这个主观因素啊 什么客观因素啊 原因啊 结果啊 情节严重性啊 等等 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你才会承担犯罪的后果呢 也就是承担刑法的后果呢 那我们这个抽逃出资 它就是个罪 抽逃出资是罪啊 所以抽逃转移资金 隐利财产逃避债务的 责令补足抽逃 转移的资金 追回隐利的财产 没收非法所得 除以非法所得额 三倍以下的罚款 最高不超过三万 没有非法所得的 除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啊 责令停业整顿 或者是吊销执照 责令停业整顿 或者是吊销执照 这是第八个问题 第九个啊 法案规定申办 注销的 这个企业啊 现在是好生不好死 你有这个感觉吗 同学们 好生不好死 你办一个企业特别简单 比如明天早上一起来 心情挺好 想办公司吧 早上洗血 站在家门口了 还不要发财 你就可以去工商局 就可以办了 对吧 没问题 特别好生 而且现在国家呢 大力的实施那个 就是那个名称预准 核准制度 原来的话呢 那个核名啊 可能得一个星期 到两个星期是吧 现在不用了 很快 现场就给你好了 不用等着 所以办公司挺简单的 但是你不好死 也就是将来你不干了 你得去走注销 一个注销程序 它不好搞 所以如果你不按着规定申请办理注销的 那么责令期限办理注销登记 拒不办理的 出三千以下的罚款 吊销执照 并可以追究企业主管部门的责任 要注意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注销 好生不好死 好进不好出 所以办公司呢 一般的我们不是说建议大家 把那个任交资本办得特别的大 你把那个任交资本办得特别的大 导致你这个企业特别容易引起关注 引起关注 你比如说常年的那种零声报的企业 对 说的对 宽地言出 常年的零声报的那种企业 就容易引起事由稷查的选案 被选上了 对吧 那么被选上的都是什么样的企业居多呢 你说你注册资金十万 还有一个注册资金一千万的零声报 你说你看谁 肯定是看一千万的 对吧 所以大部分那种常年的零声报 而且注册资金又上千万 大几百分特别大的那种 可能会被作为选案的一个标准 所以即使是说我们现在不需要真实的入资 大家认缴资本就可以做金融 还是建议大家谨慎 对吧 不用把一个脑袋一拍 头疼脑热的不行 那个不好啊 那个不太好 不谨慎 所以不谨慎你是要承担风险的 承担风险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 不按个规定办理注销的 罚三千块钱 吊销执照啊 追求责任这都不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说罚了三千块钱也没事 它还主要是涉及到你的信用呢 对吧 你比如说对个人啊 信用这个法人代表啊什么的信用都会产生一系列影响的 这个不行 那么登记主管机关对有上述违法行为的企业做出处罚决定以后 且逾期不提出申诉 又不缴纳罚款的 人民法院还可以强制执行呢 法院就会强制的执行 这样的话你看 你不就麻烦了吗 对不对 这个就麻烦了啊 好 这是我们关于在经营过程之中 常见的这些问题 其实还有呢 还有问题呢 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列举吧 我们就给大家选了一个今年新修订的这个法律 中华人民国国企业法院登记管理条例 这个环节给大家说的啊 所以大家把这个环节去看一看 这个问题呢 乘上其下 可以说是这个经营过程 也可以说是注册这个过程 把它一块来看一下就行了 下面呢 我们从这几个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 在经营过程之中 你这个财税的热点解析 供应 啊 销售 个人股东 股权转让 公司借款与政府补助 还有一个个人所的税由 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啊 这是经营过程中 挑了这么几个比较热的点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合同 我们八点半 九点半下课 下课以后呢 我们休息十分钟再回来上 上到十点 大家如果说有问题要问的话 你都写在聊天区 不用不用这个刷屏啊 咱们会在下课之前 统一的啊 留出来那么十分钟八分钟的 把大家的问题给大家统一的做一下答疑啊 统一的做一下答疑 所以大家呢这个答疑的话啊 这个答疑的话呢 你就等到快下课的时候啊 八点九点半我们会休息一下啊 休息一下 咱们先上一个时间长一点的课 这样也对大家比较好 对吧 十点下课啊 中间会有休息 我们说呢 业务开始合同先行 对吧 业务开始合同先行 保证你的合同流 你的资金流 发票流 物流 这些都是一致的 对不对 那么合同签订过程中呢 你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这个合同法特别的重要 首先咱们国家就有合同法啊 另外呢 咱们民法典中又有合同编 民法典中又有合同编 那么这个民法典啊 它有关于合同的规定 和合同法有关于合同的规定 不一致的 我们得按民法典了啊 因为民法典是新法 大家注意啊 这个法律 它有这么几个规定 给大家聊一聊啊 首先呢 你的新法 优于旧法 你的普通法 优于一般法 你的上位法 优于下位法 上位法 优于下位法 这是我们法的效率上的问题 那么合同签订过程之中 那就是一道合同法 民法典中 大概有一半的篇幅 其实都在说合同 它的合同占了很大的一个篇幅 所以大家可以去读一读 民法典中有关于合同的一些规定 第一点呢 我们看价格的约定 我们关注含税还是不含税 考虑到增值税税率变动 带来的影响 看价格约定啊 关注含税还是不含税 考虑到增值税税率变动 带来的影响 第一点啊 看价格 我们为什么看价格呢 因为现在为止 咱们这个增值税法也没有出来 是吧 难产吧 切户惯惯惯 也不出来 所以这个增值税法呢 那一年大概是19年吧 是19年吧 19年年底 20年初的时候还出了一个征求意见稿 是吧 后来呢都忙着看疫情了 这两年也不说了 因为这个增值税呢 它是个设计面特别广的税 你看什么城镇 城镇这个承建税呀 还有什么这个城镇土地使用税呀 什么汽税呀 这些东西 这说出来的法就出了个法了 对吧 但是你看这个增值税 这就没有 现在印花税也在立法呢 对吧 增值税设计到的面太广 增值税呢 这两年呢 出于这个调整经济的考虑吧 税率变动呢 还是比较频繁的 所以大家 你可能刚刚签了这个合同 这个合同还没来得及旅行呢 嘿 税率变 对吧 但是呢 你能不能规避这种风险呢 你是可以的 因为它这个增值税呢 是价外税 它的价钱外边单独聚交税 所以它跟价钱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大家如果说 签合同的时候 你签一个不含税价 对吧 你签一个不含税价 然后呢 具体的增值税的税款是多少呢 那么你就可以说 根据当时的实际税率来考虑 这不就行了吗 那你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受到这个影响了 对吧 因为我签的是不含税价 当时的税率是多少 我就按多少税率来做 这就OK了 这第一个啊 看价格约定 第二呢 是看发票类型 这个发票类型呢 增值税专用发票有抵扣功能 增值税发票有抵扣功能 就是你在签合同的时候 你看你的价钱 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 这个你要说清楚 最好建议大家签不含税价 签不含税价一个呢 逢税率变动的时候 你不会受到影响 这是第一点 对吧 第二点呢 如果说你签的是不含税价 那么你的购销合同 会按不含税价去交映画室 多多少少 还有那么一丢丢 税数筹坏的理念在里面 对吧 第二点呢 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取得发票的 对吧 要看发票的类型 我们这个发票的类型呢 这个是装票还是普票 要说清 一般的话呢 都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但是你要说一下 明确 省着打嘴官司 对吧 增值税专用发票 大家要知道 它有抵抗功能的 所以你要是一般大事人的话呢 你要取得专用发票 第三呢 我们就要看付款的方式 你在合同中 你在合同中 约定一下付款的方式是什么 你在约定付款方式的时候 一定要关注一下 商业会票的使用 注意一下企业商业信用问题 因为这个商业会票啊 它包括两种 一个就是商业程度会票 一个就是银行程度会票 对吧 尤其是那个商业程度会票的使用 风险特别大 所以大家付款的时候 商业程度会票 你建议慎重使用 尤其是金额比较大的 商业程度会票 在本的就是空手套白狼 你把业务给他发生了 货也给他了 他给你开了个商业程度会票 到时候他违背着商业信用 不给你货款 你不是还是产生一个 这个应收账款的效果吗 对吧 所以商业程度会票 慎重使用 这一点要注意 包括很多老板 他在交流业务的时候 或者很多业务员 他在谈业务的时候 大家确确实实谈的都是汗水浆 你比如说 我在跟你谈业务的时候 说我要买你这一批笔 对吧 我的一批笔呢 十万块钱 那么在他们的眼里 在业务的眼里 或者是在领导们的眼里 他就认为 这十万块钱 是给人带着票的 对吧 带着票十万 那么带着票十万的话 难道肯定就是汗水浆咯 这就是说 你们在交流问题的时候 要说清楚 是带着票十万 还是不带着票十万 那么你就让他们去谈 那个不带着票的价 对吧 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价 如果说你想跟我要这个票的话 你在价在人基础上 再给我加税点 现在很多人都会这么谈生意 都会这么谈生意 他跟你谈的就是 给你票和不给你票的钱 不给你票多少钱 给你票多少钱 对吧 因为给你票 他都要传达税款 指的当然就是专用发票了 所以这关键问题 是谈话的时候一个条件 我在16年的时候 给一个这个鞋做个代理 会计 咱可代理不了鞋 就是给那个鞋 鞋的这个总代做个会计 当时呢 我第一件事呢 就是跟这个老板就说清楚了 我说咱们两个 要说清楚 这个沟通的这个频道 是吧 咱们两个得在一个频道上沟通 那就是说 我跟你说的 比如说我跟你说 这一个用 我需要一百万的金项票 我跟你说的 这一百万的金项票 我说的是不含税的 还是跟你说含税的 你好理解 他说你就跟我说吧 反正就这堆东西 带了票多少钱 我说那行 那你要的就是含税奖 所以后来 我就跟他说含税奖 后来我们两个交流 就用的就是默认的 都是含税奖 但是我一开始 要给他说清楚 我跟你说的这个数 你得把票给我要回来 如果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的这个数 是不带票的 你还得再加一遍票 他可能会觉得麻烦 对吧 他可能会觉得麻烦 所以这个沟通 很重要 你可以看一看 你们这个单位 说话的习惯 沟通的习惯 这都好说 第四个呢 看合同付款交货方式 付款交货方式 你比如说是预付款 是预付款呀 是吧 还是那个货到付款呀 等等 这个怎么个交货法 这个税制到那里 有发生的时间 是分批付款呀 对吧 是按进度啊 等等 第五呢 你看一看 有没有特殊的 这个采购情形 如果说有特殊的 这个采购情形 我们也是需要注意的 假如说对方呢 是大批量的购买 是吧 我们要给人这个优惠吧 大批量的购买 成批子都便宜嘛 大批量的购买 或者是呢 咱们卖给人家呢 属于是降价促修 那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商业折扣 商业折扣呢 就是先打折后销售 按照折后价去收入 注意啊 先打折后销售 按折后价去收入 这叫商业折扣 先打折后销售 按折后价去收入 这是商业折扣 现金折扣 现金折扣呢 就是先销售后打折 这是不影响收入确定的 但是商业折扣呢 是影响收入确定的 对吧 比如说我这个东西 去商场买货的时候 假如说我现在这个语文符 1000块钱原价 春装要来了 我要处理它 我三折 这个实际上就是个商业折扣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得按照300块钱 来做账 来开票 但是呢 前提是 你得把这个300和700 这个1000和700开在一起 开一个正数的1000 开一个负数的700 这样剩个300 这样才行 现金折扣呢 这个如果说有的话 肯定会在合同中说明 这个肯定会在合同中说明 如果说合同中没有说明 一般的可以包使 这个现金折扣呢 一般的就会这样说啊 当然也不一定像我这样说 对吧 你就看实际情况呗 看你们单元想咋说咋说 那还不是 合同啊 什么叫合同啊 合同它就是两个人或三个人 合在一起图一一个事儿 这就是合同 所以合同是一种契约嘛 对吧 你们只要是商量好了就行 现金折扣呢 你看就是这样 你在合同中呢 一般会有这么一个规定 这个呢 现金折扣呢 它主要就是为了尽快的让对方付款 给予的一种付款优惠 尽快的为了让对方付款 你要尽快的给我付款的话 那么你就得给我优惠 我就会给你优惠 比如说十天之内把钱给我付了 我会给你2%的优惠 11天到20天之内把钱付了 我会给你1%的优惠 那你过了20天再付款 那么好了 没有优惠 而且你最常欠我钱不能超过30天 所以这个呢 叫信用期限 信用期限就是最常欠我钱 也不能超过30天 然后呢 在一定的期限之内付我钱 我会给你诺干的优惠政策 这是现金折扣 这个现金折扣呢 它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现金折扣 它主要是为了尽快的回笼获款 给对方的一种好处 所以对于承受这个现金折扣的人 谁承受啊 往往是卖方 它就是财务费用的增加 对于享受这个现金折扣的人 享受这个现金折扣的人 享受了现金折扣了 那么你想受了这个现金折扣了 你肯定是买方 你占便宜了 对不对 这就减少财务费用 所以一个是承受现金折扣 一个是减少 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增加 一个是减少啊 要注意 一个是增加财务费用 一个是减少财务费用 再往下呢 是销售折扬 销售折扬 销售折扬呢 是比照退货处理 不涉及库存 比照退货处理 不涉及到库存 比照退货处理 不涉及到库存 这是销售折扬 买一赠一 买一赠一呢 指所涉及产品的市场 供允价入账 买一赠一 按所涉及产品的市场 供允价入账 买一赠一 按所涉及产品的市场 供允价入账 这个买一赠一呢 我们在后备会说一下 买一赠一不是要增出税 所以好多单位处理库存的时候啊 好多单位处理库存的时候啊 要注意啊 好多单位处理库存的时候 那么这个买一赠一 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因为你在处理库存的时候呢 你这个买一赠一吧 不交增值税 那你不交增值税 这不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吗 对不对 这还比较的这个合适啊 这是我们关于合同上 你看看有没有标注这些问题 再往下走 我们看一看 关于这个违约金的这个规定 关于这个违约金的规定啊 我们看 关于这个违约金的这个规定啊 首先呢 咱们看一下资产采购环节 财务风险的规定 资产采购环节 财务风险规定 那就是合同的违约金 合同已经履行的情况下 购买方应延期付款啊 而向购买方支付的违约金 要注意啊 购买方应延期付款啊 而向这个 而向这个销售方应该是销售方啊 购买方延期付款啊 那么你不得向销售方支付违约金吗 所以这个应该是销售方 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个助兴公司 助兴公司呢 是一般纳税人啊 就和这个经销商贾公司 签订一份含税价 五万六千五的这个合同 合同中约定呢 贾公司应该在提货后三十天之内付款 那么逾期一天的 就得给违约金一千块钱 结果贾公司呢 因为逾期十天付款 所以就给人一半 因为合同中说了嘛 对吧 合同中说了 所以说你这个违约金的这个问题呢 就要按照合同的规定来执行 就要按照合同的规定来执行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违约金这就说好了啊 说好了就得给 要不的话你就得按照要求去给人家做 这个其实主要是约定于大家的什么呢 约定大家的这个程序 约定大家的这个程序 那这个违约金我们怎么做账呢 这个违约金我们怎么做账呢 看一下啊 说新公司收到违约金 销售方收到违约金 啊 重新公司嘛 他收到了违约金 我卖你货是吧 结果你没有如期的给我货款 我就收你违约金了 他怎么做账呢 借银行存款啊 啊 带主业务收入 带应交增值税的小项手 他这个你确认收入 因为大家你在学增值税的时候 是不是学过呀 这个违约金 它属于一种价外收入 啊 他的价外收入 他得按照你所卖的那个产品的税率 啊 去交税啊 借银行存款 带主业用收入 带销项税 发票开据啊 企业应该把违约金和货物价格合集起来 开在一张增值税状发票中啊 假企业应该把违约金和货物的价格合起来 开在一张发票上 所以违约金和发票开在一起 合同金额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是我们住新公司收到了的违约金 那你讲公司的 你不是支付了违约金啊 对吧 他付了这个违约金 相当于增加了他的采货成本啊 所以他买的是什么呢 他得入成本 那么借货能商品 对不对 而且他取的这个发票能可抵扣 同时呢 再贷银行存款 这个业务已经发生了啊 这个违约金怎么走 合同没有履行的情况下啊 购买方向销售方支付的违约金 你合同没有履行啊 购买方向销售方支付的违约金怎么走呢 住新公司和假公司签订了一份销售活动 后来假公司呢 违约了 未采购住新公司的货物 那这样的话呢 就给他支付了一万块钱的违约金 对吧 我说我买东西 我说我买东西 结果你没有买 对不对 你没有买 那你看你这个违约金怎么处理呢 住新公司呢 因为他没有卖货 也单纯的收了这笔违约金 对吧 这个就是盈意外收入了 他就走盈意外收入了 那么不用开票了 这个也不用交增税了 这个不用 那么假公司怎么处理呢 因意外支出 因意外支出 以假公司开出的收入 当然行了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违约金的 这个规定 一个是业务实现了 违约金怎么办 一个是业务没有实现 违约金怎么办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这个合同已经履行了 因为销售方没有按期发货 而向购货方支付的这个违约金 他没有与商品的数量挂钩 就是你发货发晚了 就是发货发晚了 发货发晚了 住行公司和假公司 签订一份含税价 56,500的这个购销合同 合同约定呢 假企业应该在签订合同后 30天之内交付货物 逾期一天 应支付违约金1000元 那么假企业呢 应逾期10天交付货物 互向住行公司支付违约金1万元 那你这个时候你没有按期发货 对吧 你就给人得掏钱 所以呢我们这个假公司呢 就是银以外支出了 假公司就是银以外支出了 借银以外支出 贷银行存款 那么你住行公司就是银以外收入了 银以外收入了 所以这个是借银行存款 贷银以外收入 这么走 对你们 合同已经履行了 没有按期发货 给的这个违约金走银以外收支 合同没有履行 这个也走 也外收支 合同已经履行了 对吧 合同已经正常履行了 而且半岁的合同履行 你又收了这个违约金了 那么这个我们就入成本 选收 这个是不一样的 要清楚 不一样啊 所以把这个违约金的问题呢 把大家把它说一说 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 约定违约金 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我们 更好的履行合同 这个也是合同履行的一个保证 倒没有其他的意思 你可以去看一看 增的税条例中 把违约金都是作为什么呀 作为价外费用的 作为价外费用的 价外费用 那么要跟销售呢 同样的来确认收入 好了 咱们接着说啊 第五个 合同与履行的情况下 应产品质量问题 销售方给予折让的会计处理 要注意啊 合同已经履行了 应产品质量问题 销售方给予折让的会计处理 那么看一下这种价格折让 销售折让怎么处理 销售折让怎么处理呢 这个销售折让怎么处理呢 是我把货卖到你那了 你已经收到这个货了 你认为我这个货有了毛病 对吧 说白了就是让我给你降价 让我给你降价的 这个叫销售折让 这个销售折让 它在做账的时候 实际上比照退货处理 比照退货处理 像退货一样 但是呢 又不动成本 因为你的货根本就没有退过来 所以你就是充点一下收入 充点一下销售税 就可以了 当然了 充点一下结算方式 是钱的话呢 就把钱减少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往来的话呢 就减少往来 这样啊 这个呢 也是要开红票的 那么看一下这个假企业啊 假企业呢 因为它是销售方 销售方呢 它给予销售折让 借主人业务收入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入税的销项税 带应收账款 或银行存款 这个是假企业的账务处理 借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 应交增入税的销项税 带应收账款 或者是银行存款 也是假企业 那么住兴公司呢 住兴公司呢 取得销售折让 住兴公司是取得销售折让 它取得这个销售折让呢 它就是借银行存款 带扩存商品 带进向税额转出 其实就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入税 进向税 叫带方了 那么它就是等于是怎么着啊 它就等于是收了这么多钱 收了这么多钱 它得去充成本 因为你让人折让了嘛 得去充成本 充成本就是减少你的库存费 相当于退货了 对不对 降低你的入账价值 实际上就是 把你入账成本给你降低了 那么既然是说 这部分已经降低了入账价值 或者是这部分已经做退货了 进向税就不能 怎么样啊 不能抵扩了 所以要做进向税的转充 就直接把进向税 在带方刀出来就行了 那在带方把它原封不动的转出来 一般的话 我们做账不要讲究主张啊 大家就是原封不动的冲 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现在你就反方向 怎么原封不动的冲就可以了啊 你是怎么做的 就怎么冲就行了啊 借主文业务输入 借消向税 贷应收账款或银行存款 然后呢 借银行存款 贷户存 贷进向税就行了啊 这是关于假企业的处理 还住信公司的处理 这是我们关于前面这段时间啊 我们在这个采购 采购环节涉及到的几个点 主要是关于违约金的处理 关于合同的签订 给大家说了这么点问题 要注意关注啊 下面呢 咱们说一下这个 采购环节财务风险的规避 采购环节财务风险的规避 主要涉及到总分公司商品采购 总分公司之间采购商品 你看有的时候呢 是分公司采购商品 但是呢 总公司可能给付款了 是这样吧 或者是呢 总公司呢 他签了合同了 总公司签了合同了 但是这个货呢 却发到分公司那去了 对吧 或这个 发到这个分公司那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说 签一个三方协议 是吧 签一个三方协议 虽然说是假公司 和乙公司的买卖 但是我们去由他们 去由这个 假公司的这个 总公司 C公司付款 是不是 这样的话呢 三方之间签一个协议 把这个事说清楚 也是可以的 那么下面咱们就说一下 这个总分公司之间 这个采购 像我刚才说的啊 这个总公司采购 把货发给分公司 或者分公司采购 总公司付款 这种情况来怎么来做 住行公司与总公司 签订购销合同 住行公司与总公司 签订购销合同 那么从A 采购设备 并呢 预付了部分货款给了A了 A呢是总公司 住行公司收到货后呢 正常的就入库使用了 货计发票到了 是A的分公司开来的发票 那你这个发票不一致啊 是吧 你从A公司买的货 B公司给你开发票 这个是不一致 那么B公司为A公司的非公司 请问A公司签合同 A公司收款 B公司开发票 合理吗 合理吗 这个 肯定不合理 对吧 因为按照票据法呢 他们得是一致的啊 A公司签合同 A公司收款 最后由自己的分公司 开举发票 这个是不合法的啊 因为他根本都对不上 差的比较大 按照发票管理办法规定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 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 单位合格人 对外发生经营业务 收取款项 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举发票 要注意啊 收款方要付款方开发票 所以像刚才那个情况 那是不对的啊 那样处理是不合适的啊 还有呢 一个公司在全国有多个分公司啊 一个公司在全国有多个分公司 只有总公司有做某些业务的资质啊 只有总公司有做某些业务的资质 总公司和分公司呢 这个业务呢 由总公司和当地的这个分公司呢 共同的这个协助完成 发票由总公司开给客户 分公司可以给总公司开服务发票吗 那么合同怎么签 你看看这是什么事 先把它刀清楚啊 一个公司有好多分公司 两个大V块干活 总公司和分公司共同干 发票总公司给客户开 那么分公司 因为他也会取得一部分收入 是吧 那么分公司可以给总公司开服务发票吗 怎么看 总分公司之间这属于是共同做业务了 是不是 共同做业务了 那么他们之间这个账务如何处理 这个一个问题 总公司有资质 分公司没有资质 可以由总公司和客户签合同 发票可以由总公司开 然后呢 总公司嘛 其中交给分公司完成的业务部分 由总公司和分公司再签合同 分公司就自身完成的业务向总公司出票 这个这个活这么干 也就是一码事是一码事 一码事是一码事 总公司跟他签了合同 就像想总公司把这个活又包给了分公司 一码事是一码事 所以总公司呢 把这个活包给了分公司 向他卖给他了 是吧 那他得取得收入 分公司得给总公司开票 这是可以的 没问题 这么干就行了 所以呢 我们思考一下 助兴公司在本金新成立的分公司 把总部的部分资产 拨给了分公司 也就是涉及到总分公司的资产调拨的问题 我们要交增值税吗 总公司增值税单独交 总分机构之间调拨资产 需要交增值税吗 总分公司之间调拨资产 要不要交增值税 要注意对你们啊 这个总分公司之间 他不是汇总交增值税的 他的增值税是自己交自己的 增值税是自己交自己的 不是汇总交 是自己交自己的 中央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资产条例实施计则 第四条啊 单位或各顶户的下类行为 适同销售货物 设有两个以上机构 并实行统一核算的那是 将货物从一个机构 移送到其他机构 但是相关机构 设在同一县税的处外 所以说并不是说 你是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 是这种关系决定 你要不要交增值税 也计你要不要交增值税的是这一条 也就是是不是在同一个县市 两个以上机构 实行统一核算的 因为总分公司 它其实就是统一核算的 把货从一个机构 移送到其他机构 但是在一个县市之内的 就不用交增值税 就不用交增值税 是的就用交增值税 是否需要开发票 要如何开 是不是需要开发票 要如何开 是需要开发票的 需要开发票 发票按照市场 正常价格看就行了 这个时候是需要开发票的 按照正常价格看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 总分公司之间的业务 那你像刚才这个 刚才这个在北京啊 那肯定不是同一个县市 所以这个就是 是同一个销售 就是总分公司之间 发生的销售业务 正常开票 正常交税就可以了 好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 同学们 咱们接下来的时间 给大家答一下 看看大家的问题 首先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学堂的付费业务 这是付费的啊 因为知识付费 这很正常的 服务也是付费的 我们这有一个 一对一的财税优化服务 财税优化服务 包括可以对 给大家提供这个 付费的咨询 可以有这个咨询服务 另外呢 有税务咨询 有这个会计的内审 税务的咨询 会计的内审 还有一个就是 税务审计 税务审计 财税内讯 税务筹划 等等 是这些内容 财务筹划 这些内容 那么这个一对一的 这个财税服务 一对一的这个财税服务呢 它也就是帮助同学们 解决这些个性化的问题 个性化的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说 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可以扫描这个微信 扫描这个微信 和咱们的陈老师联系 他会给大家提供 这个方面的解答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 汇算清剿期 好多的这个单位呢 都在履账啊 调账啊 病账啊 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话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这是咱们的这个 特殊的服务 给大家说一下 另外呢 就是对于同学们的问题 因为咱们上课的时候呢 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吧 可能跟咱们今天 讲的这个话题呢 就比较远 如果说问的这个问题 和今天讲的这个话题 比较远的话 你身的半定太长 我可能给你回复不了 那么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会计问 每天都有新进来的朋友 对吧 每天都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会计问 通过这个会计问 可以问一下你的问题 这个会计问是免费的 免费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扫一扫 这个会计问的小程序 去会计问的小程序里面问问题 可以把这个小程序扫一扫 需要的话就扫它一下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海报上 陈老师的这个微信 你可以扫一扫 都是我们获得这个知识的途径 好吧 同学们 两个给大家说一下 下面咱们看一下这个同学们的问题 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说 如果20年前三个季度所的税交多了 四季度做分路的时候出现了 还是会算完一次性做分路 你为什么交多了呀 这个交多了随时可以调过来 对吧 你交多了是啥意思 钱退不回来 所以你不用调它 你钱也退不回来呀 是吧 你交多了你当时是怎么提的呢 你提就提多了吗 借所的税费哦 带银交税费 这个就多了 然后借银交税费 带银行送款这个又多了 是吧 你就等预交税款就交多了呗 那预交税款交多了 那你所的税做会算清掉的时候 你多退少补再把它调回来呗 你不用冲 冲它干嘛呀 钱也退不回来 是吧 钱也退不回来 你冲一个调整的分路有意义吗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就等会团清掉一次性用 把它钱收回来就行了 货币资金流就对上了 对不对 一般公司要做哪些报表 那一般公司哪些报表 如果说你是卖服装的呀 一般公司的报表呢 那整体上来讲就是资产赚表 利润表 还有现金流量表 现在大家如果说是用软件的话 那个现金流量表直接就出来了 软件的话 现金流量表就直接就出来了 但是咱们平时在做纳税申报的时候 你只需要申报资产贷表和利润表就行 平时做纳税申报的时候 你只申报资产贷表和利润表就行了 现金流量表的你可以不用进行申报 但是你最好是做出来 因为单位有的时候他要求我们进行 这个现金流量的分析 那如果说你是企业会计准则呢 这个还有个所有的权益变的表到年底的时候 小企业会计则是没有的 这是我们这个准则要求的报表 那么至于说你们单位在管理的时候 要要添什么表 那这个可是你们单位管理的问题了 比如你们单位每天让你们要添销量表 对吧 要添库存表 或者要添这个每天的资金收支表 对不对 这都是有可能让你添的呀 比如这个会计 会计里的这个出纳吧 出纳这个岗位 那每天呢让你把现金的收发存 给他添一个表 报给单位的领导 这是很正常的是不是 或者是呢让你每天做销售统计 让你做库存 把这个库存记下登记 或者采购的一些统计 这种内部的一些表了 对不对 那这个得根据你们单位内部管理的需求 这个得看你们单位的情况了 是吧 外部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表啊 二月 个税这一月申报二月份的 为什么有的员工累计扣六万 有的是扣了一万 他们都不一九年入职的呀 你看 这个有个条件 这个你看你上个月啊 报个税的时候 就是现在是三月份 二月份吧 二月份你报个税的时候 实际上你报的是一月份的个税 对吧 2021年一月份的个税 2021年二月份报 你是那个时候的个税 那么你在报那个个税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 那个系统提示过你预扣费用 预扣六万 就是先把你六万块钱的费用 先把它扣掉 什么样的人符合这个预扣的条件呢 他不是所有的人都符合 他一般的就指的是 你上一年一年 一直都在这个单位工作 全年收入没有超过六万 而且你平时不需要打印完税凭证 不需要纳税证明的 你就可以一次性把六万的费用先扣了他 如果说你做了这个预扣费用的确认了 你才扣六万呢 你没有做这个确认 你是不扣六万的 或者是你不符合我刚才说那个条件 不可以扣六万 这个说清楚了吧 所以你才会出现有的有 有的没有啊 公司股权转让和法人代表换了以后 之前账务存在的问题及风险 是后面的股东和法人承认吗 这个不是吧 这个责任是在谁期间就是有谁吧 对吧 你转让了股权也没有转让责任呀 这个东西你说的这事 那是一个民法的问题 将来出了问题再说吧 那肯定要打嘴观色 对吧 现任股东肯定会说 那原来是你的 但按理说在股权转让的时候 这些问题都会说清楚 一流问题都会说清楚 这是一个合同问题 转让时候的一个合同问题 看你们是怎么说的吧 对吧 且实际没有交印花税 但是在账上做了实收资本啊 后来知道又做了相反的分母 你这不是瞎干吗 哪有这么干活了呀 你没有交印花税 你补印花税就行了呗 你怎么能随便调实收资本呢 实收资本的科目可是不能随便动的 实收资本你交了就是交了 你没有交印花税 你可以补交印花税 把印花税补交了就行了呗 对不对 实收资本可不能乱动 你实收资本一会增加一会减少 那分分钟给你监控出来了 没有交印花税 把印花税补上 大不了交点支那机 那不是大事啊 一般纳税人可以减半吗 可以啊 因为我们2018年50号门呢 对于这个减半征收的话呢 这个一般纳税人也是可以的啊 一般纳税人也是可以减半的 是小规模纳税人 在减半的基础上可以再减半啊 减半再减半 这样啊 给客户买的包开的镜像票 镜像能勾选吗 能勾选啊 但是不能抵扣 认证不抵扣 因为什么呀 你这属于是个人消费 或者用于招待了 对吧 你说你给客户送个包 你这不是用于招待了吗 招待了他吗 是吧 你这个进入都是中端消费 你这也产生不了削下啊 所以这种你可以勾选 没有问题 但是它不能抵扣 你勾选了以后 也得把它进向所有转出来 把它做进向所有转出 明白了吧 你这个 因为你这属于是用于个人消费 或者个人招待了 招待费了啊 而且你这个包还得走招待费 你肯定是走招待费了 招待费你还得再按照招待费 不能超过 千分之五 百分之六十 那个标准去扣 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法律啊 国家法律法律部 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公司 开公司不是一个名称合成后 一个有效期吗 现在人家这个国家不是要简化这个流程吗 对吧 简化流程 合同应该注意的问题 那可是太多了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读读合同法啊 读读合同法啊 小规模怎么申请一般纳税人呢 年少了五百万是一整年吗 不是 它这个小规模申请一般纳税人 注意啊 它就是说你累计的啊 四个季度或十二个月 年收入超过五百万就行 累计的啊 年收入超过五百万 年收入超过五百万 啊 就可以了 它不是说一月一号到三月一号 它不是一个会计年度内 这累计的十二个月 或累计的四个季度 比如说现在开始算三月一号 对吧 三月一号 然后呢 就一直累一直累一直累 什么时候到五百万 你就去转一般纳税人都行 不要求够十二个月啊 再建工程和开发成本 再建工程就是正在建造的工程 一般这两个科目呢 用的不一样 比如房开企业 它容易用开发成本 再建工程呢 你想说这个 呃 我们这个单位购入的这个 困境资产需要安装 它可能用 再建工程多一些 开发成本 这个是一个专门的科目 啊 像房开企业用这个都多一些啊 一般纳税人本月有销项副售 但是没有销售 报售可以啊 那把什么呀 就这个月没卖过 但我退过了 可以 没问题啊 呃 单位给朋友代交社保 社保费挂往来 现在代交社保要送哪些 说这个给你回复不了 你得去问你们当地 那当然不能用了呀 你这个发票数 开错了名称了 人家还要啊 对吧 你像这个白云 你开发票的时候 把蜂蜜 呃 蜂糖梨 呃 打成蜂糖糠了 那你跟合同签的都不一致 你发费名称都错了 对吧 你这就干脆 干脆就重开就行了 啊 加盟商给总公司开的票 怎么做呀 什么怎么做呀 加盟商给总公司开的票 是加盟费呀 加盟费属于你们的收入啊 是不是 属于你们的收入啊 筹建期的装修款 你可以走管理费用开办费 也可以走长期待费费用都行 啊 管理费用开办费 长期待费费用都行啊 除了 不小心用B公司的公帐 转给了A公司两个员工工资 可以 原路转回没问题 原路转回就行了 就挂一个往来啊 一个其他应收 呃 再一个其他应收收回就行了啊 啊 这个你的问题回复不了 我考的问题 你自己再去看看其他的途径啊 未开票已经申报纳税了 可以用以后月份 可以在以后月份非批开票吗 时间有限制吗 没有 你就是提前的就申报了收入了 是吧 没有啊 没有收入 你在以后月份再开票的时候 那你就得冲无票收入了呗 对吧 做有票收入冲无票收入 这个没有 看你的合同规定吧 是吧 给客户的回扣 你这东西根本就是上不了账面的 对吧 你给客户的回扣实际上是用销售费用 你走了销售费用那会调增吧 要不的话你怎么走啊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或者用一些比较合适的票据 充填一下也行啊 应付款付不了 消除往来走什么 应付账款付不了走 走营业外收入啊 应付账款确实无法支付走 营业外收入是要交所得税的啊 小哥们建安 作为甲方 在化锅的土地上建仓库 你走再建工程呗 你这不是自己要盖房的吗 是不是 公司名下没有车牌 就是你们当地买车是要摇号的 对吧 老板买了车了 直接单位替老板付钱 那这不行 那就属于单位给老板买车了 你这属于是单位给老板买车 老板要交所得税 你还不如让你们老板买的车呢 让他自己去买呢 借钱去买 怎么着都不行 因为这属于是老板从单位拿钱 给他自己买了车了 这个到月底不还 属于是给老板分了红了 这个你是一套所得税啊 所得税啊 所以你就让你们老板自己买吧 可以让他租给你部公司 买租的公司就行了 付了款了对方没开发票 按入不单入账 付了款了对方没有开发票 评入不单入账 评入不单入账 不是没有发票吗 这个成本税前不能扣 做纳税调增就行了啊 好了同学们 今天咱们就到这了啊 呃我们周四见 周四还接着说这个业务啊 也可以 收一千反应反应版也可以 就按折扣也行 也可以 你刚才少女的这个说的这个 我觉得行啊 好 那今天就这样了啊 期待阴风一般一年之内 你就清清吧 别挂着时间太长 好了 那同学们就这样 再见 我们下期待 再见 我们下期待